现在请看一看居住在那里的内在小孩 那里隐藏着一个男孩或女孩 他或他因诸多的不可以 而学会了压抑自己 不去展现真正的自己 邀请这个孩童 请他与你一起玩耍 以尊敬的态度对待他 请他走出来 走出阴暗的角落 问候自己的内在小孩 向他伸出花影之手 问一问他都有什么需求 如何才能在日常生活中 为自己的内在小孩提供支持 赋予其勇气与力量呢 就此我想谈一谈 两性能量与两性关系 这一主题与腹部区域 有着紧密的关联 性与爱恋会唤起 人们内在深处的情绪 并显示出光明与黑暗的 两个极端 其中的一个极端是 与志同道合之人 自己深爱之人 看到别认出自己之人 在一起的喜悦与欢乐 关系刚开始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这些 欢乐与喜悦的时刻 你们称之为爱情 这些时刻构筑成一张情体 邀请你们去探索彼此 了解彼此 爱情与性 以及对爱的渴望 每个人都会被其深深触动 性爱关系的最深层意义是 关系双方相遇在所有的层面上 头脑心与腹部 这样的相遇使得两个灵魂 对彼此敞开 不仅如此 它还为双方的内在成长 与自我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激励 也因此 在我眼中诸如此类的 在爱中相遇 是神圣的 性爱作为 这一爱的相遇的主成部分 也是神圣的 然而 在你们的社会中 为了性这一主题 存在着诸多禁忌 那所谓的人们内在的黑暗力量 诸如激情 欲望与乐成等 长期以来 备受谴责与评判 也因此 许多人不再自然而然地聆听 与响应这些力量 也不再相信 他们本具有与心和脑建立 连接的天性 因形形色色的评判 你们仁为地区分出 所谓的较高的感受 与较低的欲望 这一极不自然的分裂 很有可能会使人 陷入绝望 因为脱离腹部是无法生活的 你拥有欲望与渴望 他们有时会越界 使你无所适从 不知该如何去面对 此乃无法避免的事实 不过 也从来没有人教过你们 该如何去因应他们 大多数的灵性传统 都未成像这些力量 激情与乐成的自然力量 伸出友谊之手 如今 我想告诉你 只有信任自己体内的生成力量 才能在心与父 天与地之间筑起桥梁 现在让我们回到恋爱初始期 这一阶段 你们常常会体验到一种 令人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 爱情无法掌控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爱情之花 木然绽放 你寻找花香 坠落 爱河 对方对你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这是你不得不放弃自己 建立起的各种防御极致 与道道高强 这邀请你在与对方的 关系中敞开自己 展露脆弱 如果对方一如此 你们就有可能建立起 美好与乐烈的关系 两个人逐渐走近彼此 并生活在一起 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爱情会渐渐转变成 一种更富于生活性的爱 这种爱 也想看到对方的痛苦 与黑暗面下 想面对这一切 这对许多人来说 是艰难的一步 最初的吸引力 爱与迷恋时入口 你由此获得与对方 在所有层面上建立连接的可能 然而或迟或早 伴侣身上那些令你不满 使你伤心的 或气恼的面相会呈现出来 对方并非你的拯救者 并非使你变得完整 或获得解脱的人 你有自己的路要走 即便你们之间非常亲密 亦如此 这些都是你能够在关系中 逐渐获得的洞见 他们督促你们 是正是置身的黑暗面向 自己尚未察觉 的全然的爱的向往 以及想要从对方身上 获得这种爱的倾向 你看 诸如爱情这样的自然力量 首先将你带入极热状态 以促使你接下来 更加深入内在 由光进入黑暗 我所谓的黑暗 并没有错误或不好的意思 我所指的 只是你内在或者对方内在 那些尚未得到允许 以能进入关的面向 若你能够信任父母的力量 信任自己的渴望与激情 并以觉察 警醒 且不批评判的意识 觉知加持他们 亲密关系所能出发的 内在转化过程 就会开启 你将极乐与觉知 结合在一起 这时 你与对方的共舞 就会变得更加深入 虽然也会遇到低谷 不过你们双方对彼此 都是真诚与真实的 你们的爱 也是坚定稳固的 我再次邀请你们 关注自己的腹部 你们渴望爱 渴望爱情与友谊中 那真诚的人与人之间的爱 当你与某人变得亲近自己 你会感觉到 来自对方的强烈吸引力 不过 请实时静下心来 觉察对方的哪些品质 触动 也是非常重要 请敬重这一过程 不要因亲密关系 有时会带给你的痛苦 而感到失望 甚至失去信心 至关重要的是你 以及你能够从中学到什么 在哪些方面获得成长 请对腹部层面上的爱 敞开自己 敢于重新进入生活 对于他人的真正沟通 持开放态度 即便你与对方的关系 已经颇为残久 你们已经相守多年 非常了解彼此 也已习惯彼此 你依然可以重新敞开自己 重新感受自己 曾经感受到的新奇 以及来自对方的吸引力 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 自己对对方了如指掌 但在他的意识过度中 总存在着 崭新于位置的领域 当你对腹部层面上的一切 对亲密关 亲密接触这一领域中的一切 持开放态度的时候 你的灵魂出光 就能够下沉 你心灵层面上 那充满爱的意识觉 意识觉知 将于你能性层面上的 热忱 渴望 痛苦 犹疑 以及恐惧 携手合作 心灵与腹部的连接 正是意识炼金的基础 与温床 谢谢你们 感谢你们的关注 现在请对环绕我们的 伟大的爱智能量 敞开自己 这来自你的指导灵 你们自己的灵魂 以及那贯穿一切 存在一切的源头 请接受 并纳入聚集在自己周围的光 即便你在之后 在书中读到这些文字 这也同样适用 使光尤在 它并不受限于时间与地点 光 乃是你的真实本质 它既为你存在 亦来自 亦来自你 我们所有人都在观中 彼此相连 感官享受是美好的 并不是坏事 它至始至终都存在 你对此的体验越多 越深 你与地球 以及自己身体的连接 就越紧密 感到心欲升起之际 请将其看作是人类固有的 广泛的感官享受的延伸 它完全渊有存在的权利 它是一股积极正向 正在寻找与他人的沟通与互动 从而使你享受其中的能量流 不要害怕这一能量流 当你对体内的这种能量流感到自在时 你就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由此 你与他人的轻易接触成为可能 你信任自己的身体 以及他希望为你提供的体验机会 诚然 当你开始与某个人交往时 忽然会有许多其他的因素舍入 忽然间 你与某一完全不同的生命体 变得非常亲近 为了能够在这段关系中感到安全与信任 你们必须对彼此敞开心灵 正因如此 内在的疚痛也可能被唤醒 比如不信任 以及为了保护自己 不妥协于他人而筑起的墙 你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墙 认知自己内在的这道墙是非常重要的 若能更好地了解对方 理解对方的防御机制 你们就会渐渐地对彼此敞开心灵 这样的话 你们也就更容易在父母层面上敞开自己 使双方的心灵之流与父母之流 接连接在一起 这是一个精微的过程 需要你们对彼此的耐心 光注与奉献精神 你们的社会对性爱充满了困惑 男女之间的性体验会开启一个神圣 气静的领域 在那里 你感觉自己被提升到一个充满爱的天堂 这神圣的合一体验 并不得同于情欲 然而情欲 感光享受 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自在 这些都是通往使神圣体验的模糊 也因此 你在这一领域变得放松与自在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要依循适于你 属于你的时间与韵律 这是对所有人 所有生活在自己转变时期的人的号召 为自己去探索 探索自己的身体对性能量的感受 探索如何享受它 以愉悦舒适的方式 与另一个人分享这一能量 如此这般 心爱意识也会逐渐发生转变 凭借心理论或者头脑思维 是无法促成这一转变的 真正的转变是自内而外发生的 借由于身体与地球的连接来实现 它们已被迫沉没了如此之久 现在请将意识带入腹部 意识及专注 请专注于腹部 感受一下这一区域的能量 然后将意识带自你的信息关于海底 以真理的态度将注意力带到那里 这是你身体的一个美丽的组成部分 感受一下具于此处的生命资源 看一看 或是感受一下 你能否让这一生命之流 感官享受之流 陆体性之流 进入你的双腿 进入双脚 紧往于地球建立连接 感受一下 你完全可以舒适自然地体验 这一支欲 助你扎根地球实相的能量流 问一问你的身体 是否一切如其所愿 你在日常生活中还能够满足它的什么需求 往往 这可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事 很容易被你的头脑忽略掉 请认证对待这些需求 你的身体想要带你回归自己 身体并不是灵魂的对立面 它是灵魂的物质形象 藉由尊重自己的身体 感官享受与腹部生命力 你会将自己的灵魂带入地球实相 并允许其透过身体最门户 照耀你的人生 心与腹的连接与合作 我是莫达拉的玛利亚 能够与你们交流 我的心中充满了欢乐与喜悦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无论是现在的你们 还是未来的你们 皆如此 你们已经存在地球上很久 体验过形形色色的恐惧 残久以来 某一低频意识 一直主宰着地球 我所谓的低频意识指的是 这一意识以生存 看争和权力为目标 并因此我制造了许多恐惧 比如对表达自己的恐惧 对展示真实情绪的恐惧 以及对想要置身之光的恐惧 你们所有人 都已形成一种条件 反射 因着对危险和威胁的恐惧 你们隐藏自己 使自己变得渺小 不引人注目 曾经这些威胁确实存在 时至今日 世界上的某些地方 也依然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威胁 在你们姑姑坠地 开始这一生之时 便携带着旧有能量 所构成的重负 然而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 极大的勇气与毅力 也因此 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 以及对你们的尊敬 你们的心意是满怀路程 愿意为其奉献自己 并依然决定真正的回归内在 去面对内在的痛苦与负面信念 你们所拥有的勇气与毅力 将会助你们归家 尽管由时钟表面上看 仿佛前路漫漫 障碍重重 前方的路并没有尽头 你们终将归家 尤其是回归自己 回归自己的心灵与腹部 腹部是地球生活的根基 你的心携带着更高的能量与记忆 将你与超越地球 实相的资源连接在一起 此时此刻 你们都感受到 与自己内在的连接 轻声的尼囊 一种强烈的感受 一种知晓 其以这种方式与你共通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敏感 容易感受到他人的能量与心境 对来自外界的刺激反应强烈 心是敏感的器官 这对于那些内在成熟 意识层面较高的人来说 更是如此 也因此 腹部是如此的重要 你介于地球 与你的身体 以具于此部位的本能 愿望 情绪和乐成 建立连接 只有心与腹 建立起连接 你才能将自己所携带的 更高能量 根植于地球 才能将其真正的 彰显于地球实相 彰显于上充斥着 抗症与恐惧的日常生活 现在 我邀请你们和我一起 与腹部建立连接 缓缓地呼吸 将气息柔和地顺着腹部 不要强迫 不要施压 但注意力 缓缓地沉入腹部 不要急躁 感受一下 腹部都有什么感觉 你可以这样想 那里是一个阴暗的空间 你用光柱 将光顺到那里 随着呼吸 你更加深入地沉入腹部 让自己的注意力继续下沉 进入海底轮 那位于尾椎的能量中心 你借此与地球母亲连接 与这一为你提供陋身的星球 建立连接 感受一下 一个来自地球的能量 向你问候 像一个活泼 有生气的存在那样问候你 地球本身也拥有活生生的意识 它能够感受你 觉察你 请信任它的力量 它的韵律 它的智慧 你居于陋身中 非你莫属的陋身 请真诚地欢迎与接纳 居于陋身中的自己 如你所思的样子 感受一下 这样的你的脆弱 以及蕴含其中的强大力量 地球的力量 地球是一个天然的生命体 你可以在周遭环境中看到这一点 季节的变迁 咒野的更替 生命的来去 一切的一切都在不断地更新 具于腹部的生命能量 情绪 期待与愿望的动态变化 都有其自然韵律 不过你们对这些韵律 往往视而不见 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 你们一直被训练 要运用头脑 依循头脑而行 尽管在当前这一时期 转变正在发生 但来自过去的影响 依然存在 人们依然保持在头脑层面运作 过度的思考 担心 与规划的倾向 也因此 你们对腹部的自然韵律 缺乏关注 知之甚少 也有可能 你与心灵保持着紧密的连接 高度敏感 但却缺乏与腹部的连接 你对自己的心灵与感受 确实是敞开的 但是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 缺乏只有 持根地球 根植地球 才能提供的稳固性 这也是许多光是工作者 正在遭遇的问题 你们的心轮已经敞开 但是在根基处 却并未坚实地立足于自己的中心 自在地居于自己的腹部中心 以充满爱的态度 与则居于此处的鲜活力量合作 为什么如此难以实现呢 请在聆听我的同时 将注意力保持在腹腔 赋予其温柔地 充满爱的关注 那里居住着你的内在小孩 那里折居着你对亲密关系 交流与互动 友谊与爱的向往 不过 那里一伤痕累累 你的信任遭到破坏 对展现自己充满了恐惧 请温柔地进入这一区域 那里隐藏着你所能找到的最大宝藏 只有能够自在地居于腹部 与活跃在那里的情绪与感受 建立连接 你才能让自己的灵魂之光彻底下沉 这样你才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 才能闪耀自身之光 真正的生活 好好地观察一下 你的太阳神经虫对此能量 做如何反应 是否有抵触 抗议或恐惧存在 接下来再看一看 你的腹部又有何反应 是否有某些感受出现 一伙不能这样 不可以这样 这行不通之类的想法 最后 精光尾追处 感受一下那里是否有什么 在阻碍来自你内在的能量 请你充满爱的目光去观察 不要带着评判或严苛的态度 这一传导过程的关键证实 在与新能量相遇的过程中 就有能量逐渐浮出水面 被你感受到 借着来自未来的能量 你能够感受到 看到那些来自过去的伤痛 或许 你内在那充满恐惧的部分 在面对自由的能量时 会感到紧张与焦虑 不过 只要你想要传导来自内在的 那个最宽广 最宏大的你的能量 你的内在 总会出现一些障碍 以负面想法 或情绪的行驶出现 不要评判它们 赞赏自己 为了自己投入这一过程的举动 这本身就是勇气与生命感的见证 如果你发现了存在阻塞的部位 你也可以借助身体感受来觉察 请关注那里 缓缓地将意识移到存在阻塞的地方 用柔和开放 毫无逼迫性的意识环绕它 来 到我这里来 你柔深地对它说 没有丝毫强迫自己 接纳出现在那里的一切 无论它是什么 恐惧 恼怒或怀疑 如果你能够带着一颗充满爱的心 关注它 陪伴它 就能够与内在 为自己的能量开启一条通道 去狭隘的地方 决定了此通道的宽度 请对阻碍自己能量的那一部分 保持耐心与温柔 接纳它 允许它的存在 你们内心深处 则居着一种无价值感 这源自残疾主宰地球 实相的一种集体能量 此能量 鉴基于权力与压制 你们中的每一个人 都依然在苦苦应付它的余威 在较低的几个脉轮处 依然存在着 我没有价值 本然的我不够好的信念 对你们所有人而言 实现自我疗愈的关键 正在于此 存在这些信念的地方 也是阻碍最严重的地方 不过 看到与体验到这些阻碍之后 你可以用自身之光 造谣它 也就是说 借助这些信念的对立面 肯定地对自己说 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本然的我 也是美好的 我是一个美丽 且强而有力的人 要勇敢走出来 敢于赞誉 鼓励自己 不要害怕体验 与接纳自身的伟大 如此这般 你就能够以充满爱的方式 开启通道 第十四章 充满爱的心 我问候你们 我作为灵魂 作为女性 作为你们的姐妹 来到你们中间 我与你们是一体的 我致命额外地了解 你们的一切感受 当我观看地球上的生活时 最引我注意的是 地球生活的价值 以及人的脆弱 我看到你们在地球上 可能遭遇的痛苦与串伤 还有与此相对的 你们那不可思议的勇气与坚毅 以及对光与爱的 无止尽的渴求 你们是勇敢的天使 众生越入地球时善的 存有几乎总来自 频率较高于 当前的地球能量的资源 你们于内在深处 接受了这一挑战 做出回到地球的决定 由此 你们也投入了 于黑暗 恐惧 阻力 及孤独的共舞 你们决定冒险来到这里 现在我看到你们之所以 这样做的原因 尽管这里充斥着痛苦与承受 然而 你陋身存在于物质实相 存在于形象世界 再没有比这更丰富 更强烈的生命体验 你们参叹希望能够从 形象分离中解脱出来 与某一更大更高的能量 融合在一起 可是我已经看到你们的美 如你们所思的样子 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 男性 女性 孩童或成人 你们所拥有的具体形象 以独一无二的形式 闪耀着你们的灵魂之光 许多灵性传统 都曾专注于 超越人类形象 斗生不好 不是真相的承载者 情绪不值得信任 激情更是如此 信誉是诱惑之源 是的 甚至是毒药 事实上 地球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被剥夺了神圣性 被剥夺了爱与欢愿 控制欲是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 藉由灌输给人们各种观念 比如他们是谁 他们相对于整体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他们那些自然冲动的上与二等等 凭借这些就可以触动人们的灵魂深处 并改变他们 关于人类的负面观念 已深深地影响了你 也因此 你们要么以宗教教义为出发 要么以否认某些科学观点为依据 越来越觉得地球上的生活毫无价值 这是你们曾经受到的传统教导 他们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你们对自己的看法与感受 对自己的身体 欲望 渴望 情绪 激情的看法与感受 如今 一个颠覆性的时代 已然来临 那些殉导 贬低人们的成就 狭隘的教育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压力来自与生命 与内在的连接 更为紧密的年轻一代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体验到了个体性的美丽与价值 人们开始渐渐觉醒 尽管最初的范围很小 但这个范围会逐渐扩大 像游质那样自行扩散 新意识的降临是一场回归物质实现的运动 它邀请人们重新认识物质时 身体与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将被逐渐看作是真性 真正灵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不再是低级罪恶的代表 传统休息体系教导你们 将自己提升至更高的层面 主要意味着放下自己的个人渴望与激情 我想告诉你们的这是 正是这些渴望与激情能够帮助你们 想要透过你们来显化的更高能量建立连接 真正的充满活力的灵性 不会在负与心之间制造横勾 而是会将恶者连接起来 则居于复古的激情 正是通满自由与灵性的起点 如何才能行走在这条路上呢 首先你要转向自己内在的那所谓较低层面 并以全然不同的目光去看待它 与自己的身体建立充满爱的连接 用温柔的关注问候它 让气息沉入腐腐 承认自己的动物性 人类借由头脑生活 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 已经与自身的动物性失去了连接 仅仅是动物性这个词 并不是你小惊一下 什么 我 动物 然而 到底何为动物性呢 动物不像人类那样拥有精神力量 它们依从本能而行 不过自己本能非常精微 比你们以为的要精微得多 本能位于腹部 这有本能 你能直接感受到对某事的真正感受 此时尚未有规则或评判介于其中 你的第一反应 尚未受到任何限制与影响 是开放鲜活与真实的 然而 你们很难信任本身 自身的本能 有时甚至无法觉察到它的存在 你们如此依赖自己的心智 以至于失去了与本能的连接 那么与他人建立亲密的性爱关系 又会发生什么呢 在不含性爱成分的友谊中 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 留在本能 动物性的领域之外 你的头脑层面上与对方连接 随着交往的深入 你也会对对方建立心灵层面上的连接 不过 一旦两人摄入性的领域 就会有其他的因素和力量介入其中 在身体层面上会出现一种激情之火 它几乎不会顾及头脑 有时也不会顾及心灵 许多人对这种性欲的力量感到害怕 并可能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 或许内在的动物性 与性欲会使你心生恐惧 并以此而退说 退离自己的腹部 不再信任自己的身体 你对性能量感到不自在 企图对其严加控制 避开恐惧的第二种方式是保持性关系 但同时紧闭心扉 你沉浮于欲望 却排出另一层面上的亲密 这是不自然的 人类的性爱本含有不同层面的在一起 如果对本能力量没有困惧的话 沉浮于自己的性能量 可以助你对方建立深刻的连接 腹部的能量会自然而然的 使你们敞开心扉 无论你们在身体层面 还是在精神层面 皆能融合在一起 性能量是一种生命能量 你无法将其硬生生的囚禁于腹部 在没有阻碍与干扰的情况下 它会自然而然地流露你的心部 甚至头部 从而是你整个身体能量场都能参加 参与其中 这是真正的性爱 它是灵性的 并非因着对动物性能量的否认 而是因为动物性能量能够参与其中 成为通往内在深度沟通的猛户 你的身体是一道神圣的猛户 去连接父女心地与天的桥梁 如何才能在生活中体验到充满爱的性能 首先要接纳自身的欲望 相其看作是自然而然 令人愉悦之事 享受欲望 无需刻意 刻意的快速满足欲望 恰恰反映出一种敌意 对欲望想要带给你的礼物的敌意 欲望邀请你下沉着自己的身体层面 享受自己的陋体性 欲望并不仅仅局限于细腻 其范畴也大于此 作为具有陋身的生命体 你拥有最基本的感官享受 这包括你在感官层面上与周遭环境的一切互动 与那些在感官上触动你 带给你某种享受事物的互动 品味佳肴 享受饮品 倾窝在温暖的背面下 其行于宜人的熏分钟 围续大海的气息 体悟临间的清新等等 只要你对这些体验是开放的态度 便能够深深地享受这一切 而且这种感官享受中 还带着一抹陋域的色彩 此外在与他人的关系中 也毫无例外地包含感官这一面下 你们触及交谈 拭目相对 静观彼此 与他人建立沟通的那一刻 你在身体层面上也受到了 内在的大我与小我 此讯息接收于某个 以传讯为主题的工作法 工作法的受众 是想要学习传讯 以及已能传讯 但想要在这一方面增强自信的 我是莫达拉的玛利亚 我来自遥远的过去 亦来自未来 我远大于自己存在地球上扮演的那位女性 我是某一更大能量产的一部分 此能量产在一直在不断地更新与重生 每时每刻都如此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 既不受限于时间 亦不受限于诺干世纪 以前我所借据的陋身形象 如今我正在某一能量源头 那永不枯竭 淡敌你们所有人 想要唤醒你们所有人的源头 这是生命之源头 知道自己在源头是安全的 所以这一能量流 这一创造之流 这一自在与青春之流承载 是你们与生俱来的所以 这是你们的真实本性 其他一切皆为幻象 是暂时蒙蔽你们意识的帷幕 请感受一下我所代表的能量产 我是持能量产的一部分 你们亦如此 当生机暗朗 亘古永存 一直在不断地更新 喜悦地以灵灵成种的方式 彰显自己 你看 你也是这一能量产的一部分 你是自由的 独立于你的肉身 独立于时间与空间 你是不朽的存在 有时在日常生活中 你会忘记这一点 并具有限制自己意识的倾向 仅仅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相信他人 社会 及文化环境所教导你的 他们往往心得意识变得狭隘 直到你相信自己 等同于自己的身体 这些细胞 等同于自己的性别 男性或女性 等同于自己的工作 或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等同于自己那父亲 母亲 丈夫或妻子的身份 不知不觉的 你的意识变得越来越受险 越来越狭隘 忘了自己来自何处 又真正是谁 而你所吸济的一切 以及你想要成为的一切 皆以此为基石 你要一起自己真正是谁 这是一切的温传 只有一起自己的真正本子 人生才会顺畅地流动 你无需费力地去争取什么 只是利用自己天生 具有的力量 你们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因为你们在某种程度上 感到或渴望自己能够传选 你想要尊重某一希望 流经你的能量流 想要成为它的声音 成为它的管道 你内心的这种感受 这种渴望 其实是一种思想之情 是绵绵的相仇 藉由传导着一属于你的能量流 你能够于内在 于地球实相中的 实相中重获归家感 你回归自己的本质核心 与天地建立连接 传讯最深的内涵在于 显化自己的内在能量 要超越你地球人格的能量 它远大于地球人格 无法被漏声 被有限的意识 完全包含在你 它想要靠近你 留经你 也就是说 你拥有地球人格 被你曾经的经历 所受的教育与熏陶 你的身体及遗传特性 所影响于塑造的地球人格 除此之外 还有一股能量流 它来自那亘古永恒的存在 来自你的灵魂 你想要与物质形相共 你也可以说 来自过去的能量流 被过去竖形的能量流 想要与某一个更大的能量流 或者说来自未来的能量流 建立连接 未来并不是固定的 而是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与潜能 未来 这个词意味着宏大 广袤 宽泛 潜在与可能 意味着自由 身而为人的你 且有沉重 就有负担的你 想要与其建立连接 这是来自你内在的呼唤 邀请你投入自己的小我 因其在地球实相中 逐渐变得狭隘 与大我 其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畴 在人们眼中是神秘的 独立于时间 是真正的你 之间的共舞 传逊的本质 即使投入这一共舞 投入共舞 不可 不言而喻 亦不可避免的是 大我与小我的相遇 在某一时刻 地球人格在内在的呼唤的挑战下 放下就有模式 限制性的视野 与有关自己的负面信念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通道才能开启 你的真我 那宽广宏大的能量流 才能流经你 此即传导 或者说传讯 这一过程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事实上 这意味着你要放下过去的自己 像蝴蝶一样破解而出 如果你感到我想要传导 或者我想要加强于内在的沟通 其实这是灵魂在呼唤你 我想要更多的沾水于地球十下 道出此言之计 你就像未知迈出了一步 因为只有当你愿意面对被帷幕遮掩的东西时 才能够打开通道 愿意改变 愿意臣服于自己无法完全了知的过程 这是你需要迈出的一步 此处 我想借助沿着脊柱排列的能量中心 异称脉轮来描述大我与小我之间的相遇 你们可以将脊柱看住是一个通道 通道顶端是你的头顶 此处有一个能量中心 即向宇宙敞开 藉由它 你能够感受到整体 与你之内在的连接 脊柱的尾 端是尾锥 此处的能量 至为稠密 最具物质性 在那里 你完全是物质实现的一部分 此刻 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一能量 感受一下你头顶 及顶轮的能量 与脊柱底端的 海底轮的能量之间的区别 你可以感受到 恶者具有 均一的存在能量 可以说 为了能够将最深管于自己所具有的能量 传导至自己的身体 此能量必须施急而下 沿着阶梯 从最高的脉轮顶轮 沉入尾锥 使出 我象征性地使用阶梯这个词 在某种程度上 你们可以直接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 因为脊椎 脊椎本就是一个敏感的器官 能量 借着下绳或上升 不过 阶梯也有极象征意义 它意味着连接与整合的你的大我 或者说 那个宇宙层面上的你 与你的地球人格 我们中的许多人 参加这次工作坊 以及阅读子文的人 顶轮已开启 对你们来说 体验宇宙之次元的沟通 并非难受 其显化形式可能是 某一慈爱的导师 高我 现在 请感受一下自己的顶轮 喉轮与心轮 这是较高的几个脉轮 与此 能量产生里连接 除了近光 你无需做任何事 在那里 你能够体验到 某一寂静的内在空间 借由此空间 你能够 与想要留经你 被你传导的能量 建沟通 宁静 忠立地 观照你的内在 带你与导师 或高我 建立沟通自己 你身上 身体 上部 都有什么感受 看一看 此能量如何充满你 心部 喉部 头部 顶轮 以观察者的身份 静观这一切 静观这一 建立沟通的过程 现在 让我们将注意力向下移 下面还有三个脉轮 一个位于胃部 它也被称作 太阳神经虫 接下来是 麒轮 位于腹部 麒轮下面 则是尾椎处的海底轮 让意识下沉 与这三个较低的脉轮 建立沟通 你只需让自己的意识 沉入那里 除此之外 无需做任何改变 沉入腹部 然后再看一看 你能否继续下沉 直视尾椎 与这一区域 建立沟通后 请感受一下 你进行传导自己 那里会发生什么 不要怀疑 你是否确实在传导 在充分灵感与信任的时刻 你们都在传导 观想 你正处于这种状态 你已经看到 此能量如何流入 较高的几个脉轮 现在看一看 此能量对你较低的 几个脉轮 又有何影响 但你与那更为宏大的 想要留进你的宇宙能量 建立连接之际 这几个脉轮处的流动状况 又如何 此能量能否彻底进入难 能否被完全地接收 并顺畅地流入海底里 你那受限于过去 已变得狭窄的地球人格 因为想要彰显的 来自未来 与更高的圆圈的能量 在你的身体内相遇 这里存在着一个 至关重要的交接点 就在第三个脉轮 与第四个脉轮之间 以及较低的几个脉轮 与较高的几个脉轮之间 在较低的几个脉轮处 往往折居着 来自过去的恐惧 这些恐惧 亦导致了气馆与迟疑 看一看 你与内在 是否能够观察到它们 想一想 你内在的能量 但想要留清你的宇宙能量 看一看 此能量在你身体的 哪个部分较难流动 观想此能量 藉由顶轮进入你的身体 让它经由你的 喉部与心部 一直向下流动